普里镇红人国中今日举办新就任校长交界典礼 先员林芳于、陈怡君、淑玉成、林如央以及副一长潘怡全办公室 但是全议员服务处等单位也都到场祝贺 除了感谢谢任金校长的付出 也期许新任林校长能够再创红人国中的荣景 金校长在这里要相当的感谢他尽心尽力 接下来的林姓菲校长我相信他一定也能够无奉接轨 红人国中是我们普里非常优秀非常杰出的一所国中 孕育了非常多的人才 也感谢金慧田校长对于红人国中的付出 今天交接给我们的林姓菲校长 其实两位校长都是对于教育非常认真 非常愿意付出的年轻的校长 我们也期待未来红人国中的发展能够更加的顺遂 议员们表示红人国中一直以来办学非常的成功 得志体群媒的各项发展也都取得好的成绩 感谢立任校长的努力 并期许林校长能够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我想金校长在这个代理的一年当中 把这个校务带得非常的平稳 持续中在成长 我想校长一棒接一棒 棒棒是强棒 现在由我们林校长来接任 我想他会更用心对学生的得志体群媒 一定有很重很好的琢磨 非常感谢我们的金校长 在林维寿命之下来到了我们的红人国中 那在这一段期间呢 他为学校的付出跟努力 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那我们也要祝福新任的林校长呢 来到红中的时候能够带领整个红中的团队 那让我们的红中 校务昌龙蒸蒸蒸日上 新任红人国中校长林信飞表示 未来会协助学生不管在学业体育 以及其他各项都能够均衡发展 帮助学生有更宽广的未来 未来我们红人国中呢 将秉持着传统 然后呢 全力呢 展现了全人教育 永续发展 然后世心卓越 然后呢 让我们呢 更上一层楼 然后呢 创造所有孩子的梦想 然后呢 让他们呢 展翅高飞 越来越高 然后呢 实现所有的梦想 副一长盘一圈 感谢谢任金校长的付出与贡献 也期待新接任的林校长 能够持续红人国中的精神 让学校在他的领导之下 五欲均衡发展 帮助学生有更好的未来 记者从唯一 普立正采访报道